我今天是代打 就是我們的子榮他錄了一個可愛的影片 然後所以我帶他來放 但是為什麼Fivebox打不開呢 下載嗎 他很希望我一定要等下載 下面有一個布線先繼續下載 下載 下載 按第二次就可以了 你這樣不夠就不按第二次 他不會超完 他不會超完 謝謝 這間為什麼沒有人讀 可是你怎麼可以啊 為什麼剛剛沒有現在 對 我想他應該可以這樣放 他被選這樣子住了 卡錯節 來來來來 OKOK 所以要來個圓端提案 那今天要提的是授權小幫手的網站 那 當 之前路上來了多次了 但這次我終於完喊了他的 所有的設計圖 那之前呢是說想要用概念書的方式 後來覺得 可以用問答 把網站問答的形式 可以讓人家更容易的去 找到適合的授權 那我就想說 希望能夠做成 像之前的那個 市長政見的一個問答遊戲的 樣子 所以呢 後來我就把設計稿全部拆開 變成一個一個的畫面 那你可以從 這是第一頁就是開始 那這次新增了一個 第一授權的小幫手 在右上角那一位 他非常喜歡跟人家分享事情 好 裡面就會有一些 問答題啊 像是 你是不是很在意 要保護自己的足足全 那就可以選擇 那之後呢 就會有選擇的結果 那 授權小幫手就會出來 跟你說你的選擇 而是 適合的呢 還是不適合 那他會很開心 很開心的跟你說過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選擇了 不是用你自由文化條款 就是 比較不適合在 開放社群裡面使用的話 他就會露出 嗯 你可能要重選的表情囉 那我今天要來貴手全到公粉絲 幫我完成這個網站 每次世界會因為你的貢獻而美好的 請趕快跳坑吧 那我今天不會在現場 所以你可以在slack上面找到我 或者是說 你可以看 HAPPYACK上面的一些紀錄 那 關鍵就是 授權小幫手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選擇我 如果我在的話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 在這兒 謝謝 谢谢大家